开车或骑车时喜欢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的驾驶朋友得小心了 从明年元月1号起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只要在行车时使用行动载具 都将被处于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罚环 这一警戒开车组要维护自身还有他人的安全 一边开车一边使用平板电脑上网 其实一个不小心很可能酿成重大交通意外 而根据最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从明年起将会被处于1000到3000元不等的罚环 除了开车当低头族将被处罚之外 骑乘机车的民众如果在行驶中使用行动电子载具 只要是经过远景矩阵并且摄录下画面 同样也会受罚 交通大队表示虽然新法并未针对骑脚踏车或是新人使用行动载具的部分进行开罚 不过还是提醒民众最好不要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以免一个疏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